《大陸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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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智慧是差不多五點多 五、六點我就起來 來就開始做派遣 以前要回到山路群沒吃 要早上回到 我現在就沒地了 我現在會做到晚了 我們剛才拆起來之後 第一次就沖到咖啡圈裡面 噢,拼到那個三個四個 拼到咖啡的火味、香氣 就是比油花、比茉莉花更輕鬆 吃看看,來 我們烘好的咖啡 就拿出去給所有的那些長官 輪家台北、北部的有很多人都在喝咖啡 給他們喝看看 你說你們包括我們種出來的咖啡 那個咖啡香真的非常的香 我是陳廟豪 從小在彰化市一個小農村 疫情前一直跟姐姐在從事推拿整部的傳統產業 忽然間疫情來襲的時候 工作沒了 目標沒了 這就是我的轉折點 我是叫阿成 我們這邊是阿成農場 我們這邊的話 本來是爸爸在經營的 後來的話 就是爸爸已經年紀已經 比較有歲數的 沒有體力了 所以就工作死掉以後回來 這邊就蓋了文室 我是人家說的咖啡店 我今年44歲了 我們從大陸回來以後呢 就開始陪著爸媽 去做這個農業方面的一個展 展授活動 當時讓我非常的震驚的 就是說 哇怎麼全部都是 七十幾歲八十幾歲 叫阿伯阿公 都是留的白頭髮 我那時候才意識到說 真的這個整個農業的人力斷層 然後我就開始全心全力幫忙家裡 還有幫助我們這個八卦山咖啡產業 自己本身也去考取了這個咖啡品見師 我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會先在腦袋想 說我今天到底要出了什麼 因為先生他是在開創 那我是在後援的部分 因為我們自己開創業嘛 所以小孩子都待在身邊 可是他們即使是不想做的 可是我希望他們都參與在裡面 不要永遠是守心向上 也要守心向下 什麼叫守心向下 就是讓他們來學做農事 他們可以養磨自己 我從小就是跟爸爸媽媽跟阿公 然後我都會跟阿公採龍眼還會採荔枝 嗯 哎呦 這裡人的脂肪是這麼大了 這裡沒吃了 我是一個心狠疾的人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需要住在像樟化這樣的地方 幫助我安穩著心裡的內股照動 我认识到Rawie, which is kind of a countryside in Denmark and it's always been in my roots to live close by to the nature I want to experience to do farming because I've only experienced office work and computer work so far and it's not the same as actually going out and bunding with the nature and somehow giving back to it 前前后后在海外住了十一年的时间 我也没有想过会搬来彰化 当初搬来彰化的原因只是因为想来做纪录片而已